這台車速度感覺也是蠻快的 直接飛過河 太扯 各位小金們大家好我是KIMA金 今天呢來到了我們傳說中的小副偷車 沒有錯好像好久沒有在這邊開場對不對 因為每次都是去我的這一個法拉利汽車戰獸中心 沒有錯 然後後面我這邊也放了一台法拉利F1 因為現在我們洛勝都非常多台法拉利F1 但是沒有關係 這台還是非常帥好不好 然後有觀眾跟我反應說 最近偷的車子有點少 說要偷五台車 欸對啦五台車 但是偷起來也比較累嘛 最近這個阿金這個片子有點多啊 所以放鬆一下 輕鬆一點點 不要偷這麼多台車 那今天呢 我們就偷多一點車子 五台車是不是 喜歡要用力按下去啊 好不好 5555個喜歡啊 這樣我就知道說要偷幾台車了好不好 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幫我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就正片開始 我們要開這台車去找我們其他的法拉利 我們的第一台車在哪裡呢 是在這一個沙漠的有一家商店 我看一下在哪裡啊 沙漠的商店是在這一個位置 我們用 我們用 等一下 這個速度有點太快 一般也不會有人把這個方程式 開在一般的道路上吧 因為實在太快了 我們看一下用這個法拉利 法拉利F1到這個我們的目的地要多久 來我們節彎曲直了 只有節彎曲直才是最近的路線 這一次我們要偷的到底是哪一台車呢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就在前方的商店 車子在哪裡看到一台紅紅的 開著法拉利F1去換一台法拉利什麼啊 這一台應該是法拉利的599GTO 然後是這一家雜貨店的老闆 等一下等一下 套太近他現在有點發現我 我們走另外一邊過去 讓他殺個措手不及 老闆應該是那一個吧 換個武器 我們換個比較弱一點的武器 汽油彈 嗚呼 成功趕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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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太扯了 哇塞 一整個直接飛過頭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的時速到底可以到多少好不好 該不會又是傳說中的539 來囉 我們又來到了我們最熟悉的這個下水道 我們這邊 直接先過彎 過彎之後再加速 全速 前機 時速500多 先慢動作 539 沒有問題 又是一台時速500多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500多好像有點小麻痹對不對 車子就是應該要500多啊 這台沒問題啊 沒毛病 我們看一下內裝 599的內裝 感覺是蠻不錯的齁 畢竟我們這一台車齁 它是這個V12的這個 引擎啊 怎麼會有人這麼沒水準在偷車我看一下 去看一下是誰 怎麼會有同行呢 車子只有我可以偷而已啊 來來來來來來來 偷車嘛 偷車嘛 嘿嘿 我成功幫別人把這個腳踏車給偷回來了 但是 腳踏車我不要 我要這個 法拉利 畢竟這台0到100 只要3.35秒 然後馬力這台是670匹馬力 CC數是5999 所以這台也叫599 應該也跟這個 它CC數是有一點點關係的 好不好 來了我們的第一台車 法拉利在這個GTA的世界中 開起來就是非常的順暢 建議大家在真實世界中 也可以一人買一台這個法拉利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第二台車 它是停在那個 我們東部 那邊聽說有停一台 哇哩 哇哩 很痛啊 你給我下車 哇哩 造勢逃逸 算了 不追他了 那邊有停一台這個法拉利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法拉利 總之 過去就知道了 我覺得要走捷徑啊 我們直接走山路 喔旁邊那一隻是什麼 我剛剛有看到一隻小動物 這邊這邊 喔喔 它撞我 欸沒有 是它撞我喔 那個動保協會 不要來找我啊 觀眾要打電話給動保協會了 怎麼辦 電風扇就在前面而已 喔 我在飛 在飛 哇 撞到垃圾車 欸不要黏我的這個摩托車啊 欸 它絕對是不易的 你絕對是不易的 我們的目標呢 就在前方不遠處 欸 為什麼這一根電風扇是特別有這個黃色的這個 樓梯可以往上爬欸 喔 知道了 上面可能有一個維修工人 在上面是不是 這一台呢 竟然是我們的這個 法拉利敞篷車 這一台是 波特扁諾 喔 喔喔喔 感覺很好對不對 這台應該我記得也是要一千多萬吧 馬力的抽籤對不對 也是要來個上千萬才買得起 這台波特扁諾呢 它搭載了3.9升的這個V8引擎 然後600匹的馬力 0到100只要3.5秒 然後極速可以達到這個320公里 但是在GTA5裡面我相信可以來到539 我也不知道當初他們GTA是怎麼設計的 來囉 一樣我們準備好 我們就來測一下這個直線 但在測之前我先稍微看一下這個內裝 他的副駕駛竟然有那個耶 時速表跟檔位 我們準備好就出發 321GO 走了 時速到達400多沒有問題 應該就是一台539的車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全數千金 嗚呼 我在飛喔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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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台飛也是蠻遠的啦 感覺還蠻OK的 我們看一下市區的表現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市區 來一個甩尾 嗚呼 等一下 這台的循跡性也太強了吧 甩個尾 他 給我抓莉莉抓得這麼死 然後彎性又非常好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甩尾啊 然後前面的這個 90度左轉 直接硬轉 輕輕鬆鬆 感覺還OK啊 以這個時速過彎 很猛耶 建議觀眾們呢 也可以再買一台這個敞篷的好不好 我們把我們的 第二台車 給開回家 走囉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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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台是白色的 偶爾換個顏色 感覺也是非常不錯啦 磨到直接損失 五萬塊台幣喔 太爽了吧 家裡不只一台法拉利 第三台車呢 是停在一個 最北方的 小機場 有一間 小木屋 那附近也有一台 法拉利啊 看來我覺得 洛盛都的人都非常的有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可以去買法拉利呢 所以我決定在這個洛盛都 開一個這個法拉利 展售中心是正確的 好不好 好啦我們已經到了這個 最北方的小 機場 這個機場真的跑道很短 不過至少也是機場好不好 想像是什麼 牛喔 現在法拉利偷不夠要偷那個 大牛了是不是 然後我要去的房子 是在 前面這一間喔 是這一間是不是 這間很大間 是要怎麼找 法拉利 繞一圈 看一下有沒有 是沒有看到法拉利在哪裡啊 你們有看到法拉利在哪裡嗎 奇怪了 觀眾說屋頂上 屋頂上 真的有一台 誰會把法拉利放在那個位置 你跟我說 我們先上二樓吧 樓梯應該是在 找不到樓梯 一整個直接迷路 我看小地圖我看到了 樓梯是在這個地方 原來如此啊 然後我們在找這個窗外 想辦法先爬出去 我們看 哪裡可以走過去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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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可以呀拿得到啊 這一台車呢 稱不上是敞篷 因為這台車就是 完全沒有 這個屋裡 這台是 我們的這個 摸 看一下 這台是什麼 這是...什麼型號?SP2 SP2可貴了 基本售價呢 這一台...不要小看他沒有屋頂 他就要8500萬台幣啊 看一下第一人稱開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 整個感覺就來了 8000多萬的抽籽 就算再難開你也要說好開啊 才可以對得起他這個8000多萬 然後這一台0到100不用3秒 只要2.9秒就可以了好不好 來囉 我們 3 2 1 走了 現在時速來到了300多 400多沒有問題 500多 500多慢動作 時速555 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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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去 有比539還要快一點點啊 還要快一點點而已 我們來... 試一下他的彎性 他的彎性應該也是蠻不錯的 借過 借過 再借過 彎不過去 再一次借過 全數千 千千 然後你再慢慢開啊 你再慢慢開 嗚呼呼 好啦我們把這台帥車給開回家好了 真的太帥了 我們把我們的第三台車給開回家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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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雖然偷的都是法拉利 但是顏色都不一樣啊 今天的顏色五顏六色 感覺還蠻OK的喔 第四台車呢是 停在我們那個很像那個天文館還是什麼館的 反正就是半山腰的那個停車場那邊啊 好啦我已經到了這一個天文館 反正他說車子在這邊 可是我沒有看到車 不可能有人把車子停在樓上吧 這邊摩托車可以騎上去 這邊還可以站上去嗎 可以 我們就直接開到陽台去啦 那一台車站 欸沒有 可是這邊風景很漂亮欸 而且從這邊可以往下看到這個 迷宮 來來來不要坐 欸我看到車子了 車子在那邊啦各位兄弟 嗚呼呼呼 這一台是我們非常有名的 法拉利的拉法 拉法不用我多做說明了吧 他就是一台非常帥氣的這個法拉利亞 這一台呢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呢 他一台要架破億啊 好不好 好不好全球限量499台 其中一台就在我的這一個 陽台這邊 呵呵呵 賺翻了 那重點我們要怎麼下去 喔喔喔喔喔喔等一下 等一下 哇哩 哇哩 我以為這是水池欸 就 他只是一個潛灘而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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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 嗚呼 這一台聲浪跟其他車也不太一樣欸 你們覺得這個拉法聲音如何 然後他後面這個電動尾翼也是會升降的啊 帥氣 好啦又來到了我們這個直線測試的環節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限量車 他的成績到底會是如何啊 希望不要讓這台乏力丟臉 3 2 1 go 全速前進 時速300多沒問題 400多 400多 哇哩尷尬上不去 470 480 490 490 哇哩 哇哩 欸 欸這台最高好像我剛才只看到 500 530幾而已 而且還飛不高 尷尬了 竟然 比前面的成績還要差 唉唷這個 這個彩繪不錯看喔 我現場磨的 呵呵 手工打造 好不好 來我們把我們的第四台車給開回家 走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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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邊要一個倒車路庫 倒車一下 欸停不進去 我停旁邊 欸這一次所有的法力顏色都不一樣欸 什麼顏色都有 什麼顏色都不奇怪 下一台會是什麼顏色呢 我們的最後一台 停在離我家很近的地方啊 他是在那個 最熱鬧的那個大馬路 那邊有一間槍點旁邊的停車場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地方右轉 這個地方很熱鬧啊 然後 我沒有看到法拉利 停車場應該只是 喔 喔 喔 有耶 這台三根排氣館 的這個造型 就是法拉利 四五八 還是四八八 還是長這樣 這是四五八吧 對吧 是四五八吧 還是讓觀眾來猜 這台是四五八還是四八八 好啦我已經把它改成黃色 哇賽 黃的非常非常的大 啊 超級好看耶 整個人心情直接好起來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城市裡面的表現 嗚呦 喔 這個摔位性能不錯 再甩一個 欸 接口接口 嗚呦 嗚呼 嗚 嗚呦 這台的鑽車能力其實很好耶 不要看他這樣子 非常靈活啊 老樣子 我們先去測一下這個直線到底會是如何 來 我們直接從這邊開始 Ready go 全數前進 時速 400多 喔 539 又是一台539 來 我們這邊要想辦法衝上去喔 想辦法衝上去 嗚呼 嗚呼 成功了 我成功穿過這個洞了 快到了快到了 什麼顏色都有 什麼顏色都不奇怪 欸 什麼時候我們家裡車庫才可以這樣子停滿舞台 這種帥氣的車啊 我說的是真實世界啊 然後我們再把這台停過去 這樣才有一個整體性有沒有 非常帥氣的舞台車 感覺整個就來了 這裡面這幾台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台法力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最後呢我要感謝這些加入YouTube會員的人 因為有你們讓阿金變得更好 感謝你們就這樣 這種路 我們要不要的